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台式机 苹果Mac Pro笔记本电脑 还有安卓手机 还有iPad 它们之间是怎么传输文件的 我用的是一个家用的NAS网盘 这个网盘一共有三个T 现在还剩650 这个网盘我已经买了很多年了 价格是999 现在还在用 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产品的负面评价 说如何不好用 这些年我用下来感觉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只用到了它的文件传输功能 其他功能很少用到 做这个视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经验 没有任何洗白或者是广告掐贩嫌疑 只是单纯的经验分享 和我之前的视频一样 现在使用的设备是Windows 10台式机 在资源管理器里面 左侧有一个快速访问 快速访问里面有这块网盘的直达链接 这个网盘一共有这么几个目录 公共目录 电影目录 还有我创建的目录 我把这个公共目录放在了快速访问里面 这个方法是我最近这两年才用到的 在前几年我一直是这么用 先进入网络然后找到这个网盘 然后再分别进入网盘目录 这个是一个要和各位分享的 使用资源管理器 可以把这个网盘作为一个物理硬盘使用 比如拖拽 拖拽复制 然后再拖拽回去 像这些小文件一般问题不大 上百兆的文件传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这个文件上G了 那么这个时间要长一些 现在这台台式机与路由器连接用的是5G的WiFi 网盘和路由器的连接是千兆网线 他们之间的最大速度理论最大速度应该是每秒100兆 但因为距离比较远 传输速度会受影响 这是读取速度每秒钟40兆左右 写入速度会慢一些 写入速度只有每秒钟20兆左右 基本上是读取速度的一半 这是关于Windows台式机和这块网盘之间的传输文件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手机如何和这个网盘之间传输文件 以华为手机为例 华为手机里面有一个应用 叫文件管理 这个文件管理里面有一个网络邻居 网络邻居里面多等一会儿 能够找到这个西部数据的网盘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四个目录 找到公共目录 现在看到的内容和刚才台式机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先退出 比如我要把手机上的一个视频文件 转移到这个网盘上 先进入图库 以这个视频为例 点右上角看一下这个视频所在的目录 它的路径是内部存储 下面的DCIM 然后是CAMERAL 文件尾号是R21.MP4 回到文件管理 找到进入内部存储 内部存储是这个手机的内部存储 找到D开头的目录 点右上角的三个点 按照名称排序 D开头 DCIM 然后进入CAMERAL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按照时间排序 因为这是比较新的时间做的 第一个文件就是选中这个文件 长按右侧会勾选 然后点击复制 它默认是选择一个本地的目录 这时候我们点击最下面领航的最后一个按钮 叫其他位置 这时候可以选择网络邻居 然后选择西部数据 然后选择公共的目录 然后点击粘贴 下面能看到复制的进度 这样就过来了 再用电脑看一下 现在已经能看到这个视频 用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把台式机或者苹果电脑上的文件 大文件 传到这个网盘上 然后通过手机上的文件管理 从网盘获取文件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